為了讓頂部有性別賓點的關聯 這間美療鄉農會和婚人館 家庭教育中心合伴 性別教育擴典 要請到 學衛科技大學李玉錫教授 來到現場上上課 讓頂部了解到 社會多元家庭 以及性騷擾以貸丁丁的地執 透過流水的影響 頂部都有麻麻的收貨 也請大家知道性別教育的重要 這就是寄養家庭 有時候在養就是養二、三、三、四 江蘇透過電腦向中部的環境 寄養家庭的案例 除了社會都完家庭的教育課程 也寄養家庭的寄養家庭 大家上完課都確實到很多地執 也希望後天還可以參加上官的課程 好像聽她說這樣不錯 家庭、教育這樣很好 現在都有一些什麼清醒、問什麼 都有一些知道問題 社會有得了解嗎 會有得了聽 不過我們的社會也都大了 到處都不錯 今天的課程就是 強調就不一定要什麼語言上 分外來新自民、很嚴自民 我們只要對媳婦好 媳婦一定也不會幫我們 當作自己的媽媽這樣看待 小孩子我們就用心照顧這樣 這天婚林館家庭 夠有中心 邀請到後悔科技大學教授 禮遇時來到賣療 向農會分享性別平靜的相關課程 農會也表示 上課的學員 平常都是參加 手作、料理、丁丁的課程 這天特別來聽這段的演講 都覺得非常新鮮 但這家也能將性別平靜的地式 分享給家裡的人 用分享的方式跟這些長輩們講說 怎麼樣跟孫子互動 才會減少家庭的摩擦 讓他們在帶孫子 跟家庭生活中的這些技巧 就是更能得心應手 然後今天來參加這種講習課 他們也覺得很新鮮 除了活動以外 他們還可以再學習其他新知識 然後也有長輩會說 這樣回去可以跟親戚、鄰居分享說 能會有開這種知識性的課程 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農會參加 今天這個課程的內容就是 主要就是說這個 導管家庭的這個部分 再來就是要介紹說 性別平靜還有性所謂 這個好玩裡面有這個性所謂的議題 我們要怎麼來對應到這個社會的變化 還減照到這個性所謂的這個部分 想完這天的性別告有課程 從來可以讓中部更加了解 在性別平靜的重要 也更加知道 不正社會 新的家庭副地是什麼 未來教家裡的人 到底也可以更加合目 接下來聊順著 彩鳳報道